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来聊聊台独名单呢 也就是前几天的一个新闻啊 国台办啊,朱凤莲发布的这个名单 吴钊燮、苏贞昌、游锡坤 然后这三位啊 然后台独名单 然后已经明确的列出来了啊 跟他们相关的一些企业 我们要制裁 其实这个事情啊,很简单也很有意思 可是如此简单的一个新闻 也有一些异样的一些声音呢 这些声音来源于各种各样的一些角度啊 有从民进党内部发出来的 有从国民党内部发出来的 也有从啊 我们所谓的很爱中国啊 希望中国统一的 这些人嘴里发出来 我呢,觉得是非常的神奇啊 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事情是不是好事情 这个事情是一个极好的一个事情 就像我跟大家说断AK法 我干嘛一笑要断呢 对不对 我今天断点凤莲 明天断点莲雾 我后天再断点什么水产 然后后天再断点什么水果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行业 给我断呢 AK法里面那么多项 我干嘛不慢慢断呢 我一个月断一回 我一个月给他创造一个新闻 我让他没有一天能够得到安宁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说呢 只有让一般人体会到了 在做什么 在做这些事情 对自己的影响的时候 大家才会沉下心来思考 我以后的路在哪里啊 不是天天给你恨大陆 恨中国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所以说我认为这些新闻都是好新闻 包含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新闻 也是好新闻 有很多的啊 先跟大家说 有很多的啊 希望赶紧统一的一些朋友们 说啊 干嘛 说这个蔡英文干嘛不制裁 对不对 赖清德干嘛不制裁 等等等等 还有很多台独 为什么不一起制裁 这次是为什么三个名单 我干嘛要一起弄出来啊 对不对 我干嘛要一起弄出来啊 啊 一个政策先出来的时候 那怎么着 咱们得先试试水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啊 那个效果没有达到预期 我们再往后再 再做点硬呢 对不对 我们再加强自己的力度 然后的话 达到自己的预期啊 如果制裁三个 就能达到自己的预期不好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不知道啊 说那些啊 成天政府有问题的那些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 就像之前的视频 我跟大家说那样 有很多的人 比如说像黄明志事件一出 然后马来西亚的华人 装自己是大陆人 然后的话 明明是香港口音的 说自己是马来马来西亚华人 那这些人都从那冒出来的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关心两岸 是不是真的看到两岸在往前推进 这些好新闻 这些好事情 竟然还能发出奇怪的声音出来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 大家自己慢慢去想 这是一点 然后还有一点呢 那就是民进党啊 民进党最近特别的热闹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些新闻一出啊 你看起来民进党在嘴硬 只要是就着这个事情 没完没了的发生 最近这几天啊 那些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一直在说话 一直在说话 只要你看到这种现象 那就证明这个政策生效了 民进党比如说被制裁的这几位 像游锡坤啊 吴钊谢啊 然后的话 苏贞昌啊都说什么啊 我很荣幸 我以此为荣 如何如何的 然后的话 那个什么 我获得了这个殊荣 大家想一想 他们说这些话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告诉别人啊 你们也来跟我一起被制裁 你们也得获得这个荣誉啊 对不对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咱们的那个什么 咱们政府啊 这一次啊 制裁台独 三个人这个名单 他其实不仅仅是制裁这三个人 制裁的是跟他们相关的一些企业 尤其是在大陆发展的这些企业呀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台商 你们给这些人捐钱 给民进党捐钱 就有就有这样的一条规定 可以来制裁你们了 然后让你在大陆赚不着钱 像游锡坤 苏贞昌 吴钊谢 说光荣光荣光荣 哎 你自己是光荣了 那些企业呢 哎 那些企业怎么办 对不对 那些企业以后还赚不赚钱 他们还会继续给你民党钱吗 这一次制裁你们三个 那其他的人呢 对不对 其他的台湾的一些年轻人 绿营里面的年轻人还要选举 还要还要希望这些人来捐钱 这些年轻人怎么办 对不对 这些年轻人怎么办 还怎么选举 他们不想 他们也不关心 为什么他们已经被制裁了 所以说他们说出什么样的话 大家不奇怪 大家一盯点也不奇怪 大家明白了吗 但是没有在名单上的人 这个时候绿营的一些人也出来喊了 我也想要加入这个名单 比如说啊 那个谢志伟 就所谓的伪中华民国 驻什么德国办事处的啊 那么一个处长 谢志伟 然后的话 他呢出来也说 我希望进入这个名单 别把我漏下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像谢志伟 这种啊 算是民进党的仇庸 他不用去选举 选举的人害怕 选举的人 大家听他他说什么了吗 志多说啊 大陆你不好 大陆你好坏 但是的话 他敢说再多一句的硬话吗 而且还一件事情 为什么有一些绿营里边的边缘性人物 像谢志伟这些人还要再说光荣 我觉得我要加入这些名单 这个名单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情 为什么他要这么说 推着那三位去死啊 对不对 推着那三位去死 你们以后跟你们相关的人 你也别想选举了 你们也别选举了 然后的话你们都是光荣的 你们千万别怂 你们一定要撑住 然后我们这些人 以后的这些人不说硬话 但是的话 我得要选举啊 对不对 我不能进那名单的 然后你们光荣了 光荣吧 然后你们就去吧 大家一定明白 这就是绿营的一种心态 大家从绿营里边的这种纷纷的发声 就能看得出来 这种动作起效果了 对不对 如果效果还不够 咱们再多使点劲 多再加点力 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做得更大 然后的话 讲到这的时候 很多朋友会说啊 有一个疑问 就说这个事情到底会不会起作用 其实跟大家有相关疑问的人 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台湾的莱莹里边的马英九 马英九最近也借这个事情说来说话了 说啊 这个事情啊 那是因为你们共产党 你不了解台湾内部啊 然后呢 你们会起到反作用 非常简短的一段话 非常简短的一个新闻 反作用 我当时就在想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会起什么反作用 大家想一想 想一下马英九或者民营党 台湾的蓝营 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 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 然后的话 之前跟大家说过啊 这个是一个台独名单 打击台独名单 打击台独 对不对 打击台独 跟国民党怎么就变成了帮他的道忙了呢 大家知道国民党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了吧 大家知道看清楚这些成天说我自己是中国人的人 然后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了吧 他们是真的想打击台独吗 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过 国民党跟民营党是一体两面 互相共生的一种关系 之前跟大家说过蔡英文高喊那个维持现状 然后国民党为什么反应如此的大 原因就是想要把蔡英文逼回台独那条路线 他们国民党来喊维持现状 不然的话 民进党开始喊维持现状了 不就抢了国民党的票仓了吗 对不对 国民党的 国民党还想着依靠着维持现状这四个字来骗点票啊 结果呢 民进党抢走了 人家蔡英文直接大大力量说了 哎维持现状就是我们现在的主张 讲这种话 你看最急的是谁 就是国民党 那马英九现在他出来说这个话是为什么呢 就证明他们不是在反台独啊 大家明白吗 他们也害怕一件事情 这种动作做出来如果有效 十分有效的话 民进党还敢台独吗 民进党只能会更往里收 维持现状 恨不得民进党就要很统一了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 以后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民进党秀红旗不奇怪 大家一定要知道民进党谢红旗不奇怪 现在就已经有很多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出来说我是中国人了 对不对 我从法律上我来说我是中国人 对不对 很多的民进党里边的这一些政治人物都开始说这种话了 你放在20年前的台湾的政坛不可思议 大家一定要明白20年前的台湾政坛敢说自己是中国人 你也知道你又没选票了 你这种政治人物你还想出来选举下去吧 对不对 然后的话你就是一个中共同路人 你造作的结果就是这个 可是很多的民进党的一些政治人物 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可以说这种话 为什么呢 压力给到了 大家明白了吧 以后他们秀红旗 你就从这件事情看 你能看得出来 这些人秀红旗比你想象的快 人家说我爱中国共产党比你说的还要多 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就是台湾的政局 这就是台湾的政策 而且大家真的是要好好想想 比如像马连纽这样的人出来 只要有这种政策出来 他跟你说反话 跟你说怪话 他其实背后还一个逻辑 就是什么 就是意识形态 包括很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 有蓝营的政治人物 最后在最近这几天 相关于什么台独名单 制裁台独名单这个事情 出来说的话都非常的奇怪 然后他们会说蔡英文 是什么 武则天 蔡英文独裁了 我们国民党才是民主自由的 我们国民党才是如何如何的 你看一看 绿营的这些人 都是跟大陆做官有事做生意的 大陆那边不给我们蓝营利益 都给什么绿营利益 后来只有绿营的这些 台上绿营的这些政治人物 去大陆才会得利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台湾的蓝营在做什么 台湾的国民党这些人在做什么 大家要看看啊 就像我一直以来跟大家说的 百年烂党 什么叫烂党 从这一件事情看得出来 他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第一反应 想的就是什么 就两个字 就是选票 大家明白 想到的就是选票 民党出现这种事情了 然后到国民党出来说了 我是民主自由的 你看看那个蔡英文 那就是武则天 那个绿营的那些商人 那些政治人物去大陆能获利 我们蓝营的不行 大家一定要知道 挂着台湾的国民党的那个副主席 国民党的那个什么党主席 什么什么这种人 在大陆能够拿到多少利益 这个东西 我不要跟大家强调了 稍微懂点行的人都明白 谁有你们国民党能捞啊 跟你们国民党稍微有点关系的 你的周边那些小党 在大陆都能捞 何况你们国民党 国民党你们这些人 别再出来装算了 大家一定要看到了没有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国民党已经赚到了很多的利益 可是他不做事情 让他反台独台不反 就这帮玩意儿 知道吗 所有事情 想到第一反正就选票 然后赶紧把绿营抹黑了 绿营坏 绿营完蛋了 可是呢 很多的大陆朋友看到这的时候 就像我一直以来跟大家讲那样 大家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猴气啊 绿营这帮玩意儿啊 然后呢 他想到的什么 想到的起码 还有点生死存亡的东西 还给你嘴硬两句 然后国民党这帮玩意儿 想到的就是选票 这就这两个字 你看看 这就是这样的党 在台湾 他能有多大的出息 台湾人 你们看到这的时候 你们自己要好好想想了 这些人 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尤其是蓝营的国民党这种 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比如说像马云纽 这些人 还在跟你意识形态对抗 总而言之 你要弄什么民进党 那他也得出来 给你反对一下 说点怪话 然后的话 他也不管有什么政治理念 他有什么中国人内容理念 他什么都没有 他要的就是国民党 继续生存在台湾 他害怕国民党 很害怕这个事情 你老共啊 如果收拾民进党 收拾太重的话 国民党也害怕 为什么害怕呢 412反革命政变 谁干的呀 对不对 412反革命政变 谁干的呀 然后等等的 因为内战谁打的呀 然后的话 当年啊 那个什么 蒋介石杀了多少共产党员的 渣子洞啊 对不对 这都是很有名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呢 身上都有一笔血债在的 所以说他们更害怕 所以说这个时候拼命的说怪话 看起来好像在给这个民进党求情 这就是国民党 他满脑子想的就是 要么是选票 要么就是我自己的生存 然后呢 民进党呢 还有点生死存亡 还有点跟你啊 看起来还知道点什么 知道挨了打 他还能喊 喊两声疼 你知道吗 这就是台湾的这两个大党 可是就像我跟大家说的 台湾人 你们自己好好想想 谁管你们死活呀 好好的看看你们的台积电去吧 谁管你们的死活呀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打开新铃铛 谢谢大师看 再见